再來的話他會excue 幫我執行其實excue SQL 以法就執行過去 會幫我把結果丟回來 放在 My RS 裡面 My RS 裡面的東西我要放在哪裡放在 K2 裡面 所以呢這個地方我按 F8 之後的話 他怎麼樣呢 他會幫我把資料通通 哇 不對 怎麼 全部摳過來了 那實際上我應該怎麼樣呢 這邊改一下 slash 怎麼呢 只要一個 slash 因為我那個欄位名稱叫什麼 地址 所以這裡的話你就把它改一個地址 他就會直接 只有什麼 只有查到地址的那個 那個欄位然後把它摳過來 乾脆這樣把它放在這裡好了 這樣會比較單純一點 再一次好了這地方 讓這個城市跑完好了 那我們再讓他跑一次 我讓他怎麼樣呢 跑到這個地方就 A1好了 你們就先開一個新的 工作表 然後試著先 連線 可以把它連 連的到的話 基本上 就沒有問題 slash 這邊 所有 start sq 一下 copy過來 來 nothin close nothin OK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查到什麼 全部的資料 如果說我今天只要查到 一欄的話 那我就看一下我這個 ss 我這個欄名稱叫地址 然後放在 K2 你們改的話呢 就是把 slash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地址的 一欄 然後放在那個位置的話 就是改這邊 slash 地址 from地址放在K2的位置 我們再試一下 K 2 K2主人格 那這邊的話呢 把這邊的資料先cntl-ship向右 向下 把delete掉 把這邊清掉之後再跑一下看看 那一樣就是這邊 執行執行 然後到 copy到K2 因為我就查 一欄嘛 slash後面就是欄位名稱 Stars 剛剛是所有欄位 那各位可以看到 資料的話呢 有沒有過來 看一下 有過來 全部通通過來了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剛剛 講的就是 第一個 s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再把它查回來 那查回來的地方特別注意 等一下 我剛剛的那個 程式部分的話是放在 你們 這個地方可以直接從哪邊呢 從雲端上面去call 雲端上面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 記得就是從 不用全部call 記得就是從哪裡呢 從第一段 sub開始到 end sub 到這裡 有沒有 這邊一樣 那需要改的部分 這邊把它複製過來 對不對 然後貼直接 貼到 最下面好了 這個底下 那貼上去 會需要改的部分的話 其實只要改什麼 改這個名稱 sample 有沒有 這名稱改成你自己 的名稱 然後呢 sq 部分的話呢 from什麼呢 這個直句也改一下 那其他的話還有 from的位置 所以會有 123 稍微改一下 其他就OK了 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好